其實我和壹點堂可以說很認識 這次回來能夠看到老朋友 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回到檳城覺得很親切 很溫暖 因為我的家是在檳城 所以感謝主今早給我 有這個機會和你們一起分享神的懷疑 比德牧師就交代我 說今早上你用廣東話 你講到就可以了 我跟牧師說 這一堂是福建話的聚會 你要我講廣東話可以 沒有問題 每個人都懂得聽廣東話 對 咖啡 今天我們今早可以透過神的懷疑 在新的一年內立 鼓勵你 用神的懷疑幫助你 給你看見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 要忠祝耶穌 我們一起說 忠祝耶穌 忠祝耶穌 這個世界是一個充滿災難 再充滿問題的一個時代 人如果沒有耶穌的話 人生真的很痛苦 很可憐 前幾天 我在德林郭就接到一個 仲義保 打來的一位提起的電話 可以跟香港牧師 你可不可以去到中央醫院 來探訪 個優惠未遜處的朋友 或者那位朋友 去 在上個禮拜 在儀保 撞車 然後呢 那個腳就斷撞 因為在儀保醫院 就沒有辦法跟他施手術 因為要保護那個儀器 就將他送到吉林坡中央醫院 來治療 那這位提起 打給我的時候 可以跟我說 這個朋友的傷勢 非常的嚴重 他在醫院 睡了一個禮拜 開了兩次的刀 他就叫我 可不可以 找時間 去醫院 探訪這位朋友 然後 跟他傳福音 他跟我說 這位朋友 是很可憐的 因為他在儀保 沒有什麼的朋友 家人 又很多 又找不到 工作 一段 很長的時間 當我去到醫院 探訪他的時候 我看到他的表情 真是很傷心 我看到他的表情 真是很可憐 很痛苦 我又跟他說 老師 真是沒有一共 他說那個醫生 幫他開兩次的刀 開了之後 發覺他的腳 弄得不太痛 歪了 後來醫生說要再開第二次 所以很激心 他跟我說 老師 我的腳很痛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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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他傳福音 我就跟他說 你呼求耶穌 我說耶穌要幫助你 耶穌要將他的生命 耶穌要將健康 耶穌要醫治你 耶穌要掌管你的生命 耶穌要將未來的 這個美好的人生 他就來一次過給你 當他看到我們探訪他 愛懷他祈禱的時候 他的心很感動 那位朋友就跟我說 他平時沒有什麼朋友 那位弟兄就跟我說 那個律師 你探訪他一定很感動 他就問我 他有沒有感動到流眼淚 那我就看到這位朋友 當時他的表情 真的想哭出來 因為當我帶領他祈禱的時候 我相信聖靈觸摸到他的身 我相信聖靈感動了他的身 讓他願意來打開他的身 來接受耶穌 做他過來的教主 跟著我就叫他 跟我一起祈禱 感謝主這位朋友 他願意來接受耶穌 做他個人的教主 當我帶領他做了祈禱之後 我問他 他說 我說你的身有什麼感覺 這位朋友就跟我說 他說他信了耶穌之後 我覺得很平安 覺得好像人生突然間又說 希望 希望起來 那我就會來 你繼續聽跟我說 你呼靠耶穌 我說耶穌會幫助你 我說不要緊 可能你會覺得 現在這個時候很孤單 很寂寞 很寂寞 感覺到好像 人人都已經 離開了你 我說耶穌會沒有離開你 耶穌會愛你 在你痛苦的時候 在你人生來到十字路口的時候 耶穌正著你信主的那位朋友 耶穌正著我 現在你探訪你 就是要告訴你耶穌去愛你 耶穌要改變你的生命 耶穌要幫助你 耶穌要給你美好的障礙 耶穌會 耶穌會 當我帶你去祈禱討之後 我發覺我的表情 真的和我之前 和他還沒祈禱的時候 那個表情真的不一樣 所以耶穌會 今天早上我要用神的畫意 來去面臨你 我們人生是充滿危機 我們的人生是充滿挑戰 我們的人生是充滿多災多難 但是當你知道 當你明白 人生如果有耶穌在你的心裏面 人生如果找到耶穌 抓住耶穌的話 艾難寫不得了 因為我們在聖經裏面看到很多的故事 我們在聖經裏面看到很多的人 當他人生來到盡頭的時候 當他的人生來到這個艾難的時候 去找到耶穌 去抓住耶穌 當他有耶穌的時候 然後耶穌就改變了他的生命 耶穌就將美好的人生 美好的未來 將成功 將盼望 將力量 甚至依持去 給他全看 所以弟兄姊妹 今早上我要跟大家來分享一個故事 和這個故事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危難的這個時代 我們要抓住耶穌 耶穌是我們的希望 我們一起說 耶穌是我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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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多人 抓住這次 走住名義 很多人今天 抓住物質的享受 親愛的朋友 兄姊妹 我跟你說 這些東西都會成為過去的 但是如果你抓住耶穌的話 耶穌可以永遠都與你同在 耶穌永遠都不會過去 在你面對問題的時候 在你危險的時候 在你有需要的時候 耶穌是你的力量 耶穌是你的希望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很多年前我來你們的教會講過 我亦都有跟你講過 我在香港讀神學的時候 有一個姐妹 她的老公非常有錢 她是住在半山區 如果你有去過香港 你就知道 在香港如果能夠住在半山區的人 那些人呢 多數 大部分 就是有錢 有錢人 那這位姐妹的丈夫 很有錢 做生意的 我就跟她說 她很希望她的丈夫 信耶穌 但是她的丈夫 就忘於工作 忘於賺錢 有一次她就打電話給我 在電話中她就跟我說 我知可不可以跟我丈夫聊幾句 跟她傳福音 要請她回教會 要請她信耶穌 那我就在電話中 就跟她的丈夫聊天 然後將我信耶穌的經歷 將我信耶穌 怎樣好 怎樣妙 一種的經歷 跟她說 跟她分享 這位朋友 當她聽完之後 她就跟她說 牧師 我很贊同妳說的話 我不反對 妳說的都非常好 妳說妳說的有理由 但我告訴妳 我只是相信一件事 這位朋友很憎恨 她就跟我說 我只是相信一件事 一件事 是甚麼事 她就跟我說 她說我只相信七個字 我說哪七個字 她就跟我說 香港 上海 匯豐 牛 我跟我說七個字 她說我只是相信這件事 原來這位朋友 是拜金主義 原來我的信仰就是錢 原來我的宗教就是錢 我跟我說 牧師 我甚麼都不相信 妳說的很有道理 妳說的我不反對 但是我跟妳說 我只是相信一件事 就是金錢 有金錢 所以我就知道 我可以生活得很好 妳說 我有錢 我要得風 就得風 我要得意 就得意 在那個時候 香港的經濟 是可以說妳的最高峰 最好的 不過 年代 股票 升到 噴噴聲 每個人都賺到錢 每個人都 好像我們華人 很喜歡 在過年的時候 就跟對方說 恭喜發財 每個人都發財 但我跟她說 妳有沒有想到 幾年後 或者 10年後 股票跌的時候 當港大貶值的時候 當妳變成一無所有的時候 妳會怎樣 股票會教到妳 金錢會教到妳 當我跟她說了這番說話之後 真是過了幾年 九層之後 香港的股票就大一點 香港的前代 也都跟著 貶值了 我還沒有再聯絡這位姐妹 我也不知道 現在她的長富 的情況 怎樣 但我很清楚 我記得 我在電話裡面 我有跟她說 當妳失去這一切的時候 妳的人生 怎樣 妳要去面對 我相信大家 如果打開報紙的話 妳們都會看到 當股票跌的時候 當 很多人 破賊的時候 妳看一看報紙 不是看到 不是看到 那個跳樓 那個 那個 跳海 在香港有一段時間 報紙每天都有自殺的新聞 在香港 有一個時間 但是很流行 在房間 燒泰自殺 連香港政府 都開始緊張 很驚訝 因為在股票跌的時候 經濟不景的時候 很多人破產的時候 每天都看到 有自殺的新聞 所以弟兄姊妹 在這個偽難的時代 充滿種種災難 和種種的壓力 問題的時代 我們一定要抓住耶穌 當妳抓住耶穌 當妳有耶穌的時候 妳就沒有在一起 但是很可惜 今天很多基督徒 還是看不到 他的生命 最重要的 在生命裏面 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耶穌 但是要有耶穌 還要抓住耶穌 跟住耶穌 來服侍耶穌 來依靠耶穌 所以我亦都見過很多基督徒 平時沒有什麼 回教會的 平時是一個 不難不現的基督徒 當是 面臨這個大風浪的時候 都突然間 病痛 或者經濟的 這個不景 種種的壓力 臨到她的身上的時候 我就盼望 不知如何去解決 甚至有時候 我會聽到 一些基督徒 會在那裡 問一個問題 當我們面對 問題 當我們面對 經濟或者是 身體的健康 或者家庭的問題的時候 他會問一個問題 神啊 你去了哪裏 神啊 你去了哪裏 為何你不聽過 我的祈禱 甚至有時候 我會聽到 這些人會問 神啊 是不是你跟了牧師回家 是不是你神 跟了牧師回家 是不是你神 神啊 你在教堂 我要來到教堂 我要來到教會 祈禱 或者是 呼求你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會聽我的祈禱 為何 我呼求你 為何 我祈禱 好像你沒有聽到 我的祈禱一樣 你不是神 住在教堂 也不是神 跟了牧師回家 而是 你平時 和耶穌的關係 已經熱力熱 疏遠了 祈禱 祈禱 不要等到有問題來的時候 不要等到我們的身體健康 亮了紅燈的時候 或者有需要的時候 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接著來找耶穌 你知道嗎 今天很多基督徒 就在這種情況 接著來找耶穌的時候 他們說我知耶穌不見了 我知找不到的耶穌 也不知道在哪裏 要找耶穌 但是兄姊妹 如果你平時一路來 都是親近主的 你平時一路來 都是有祈禱 以靠主人 主住在你的心裏 你能夠裝著耶穌 你能夠跟著耶穌走的話 當危難難到你的時候 你會驚慌 因為你確確實實的知道 耶穌住在你的心裏 耶穌是與你同座 耶穌也能夠在聖經裏 跟他們說 這個世界有苦難 但是在他裏面 有平安 我們先看聖經 馬可福音 第五章 這裏 講到一個女人 正經告訴我們 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流病 十二年長不長 長不長的時間 很長的一天 正經沒有記住 正經沒有記住 這個女人叫什麼 但正經只是跟我們說 這個女人 她患了血流病 有十二年的時間 我相信今天 今早上我們 可以放映姊妹 或者朋友 好像這個女人 患病 患這個病 患了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一齊來讀 我們一齊來讀 第四章 對不起 第五章 二三 五次 到三十四次 好了 第一 讓我平時來註 二二三 有一個女人 患了十二年於血流 在好心醫生手裡 受了許多的苦 又發尽了她所有的 一點也不見好 病了 反倒更重了 她聽見耶穌的事 就從後台來 集在眾人中間 摸摸耶穌的衣裳 意思是 我指摸她的衣裳 便傳染 於是她的血流 血流的源頭 立刻開了 她便覺得 身上的災病好了 耶穌頓時 心裡覺得 有難力 從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眾人中間 轉過來 說 誰摸我的衣裳 門徒她說 你愛眾人 用齋利 你還說 誰摸我 我 耶穌周圍觀看 要建造 這時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 在自己身上 所成的事 就恐懼 恐懼 自經 內苦服在耶穌根前 將實情 前告送她 耶穌對她說 女兒 你順 教料理 平平安安 你會回答 你的災病 傳染了 這段經文 給我們看到人生的出路 在哪裡 這段經文 是告訴我們 當人在艾難的時候 你意見耶穌 當你捉住耶穌的時候 你的人生就會不一樣 這段經文 告訴我們 人生是充滿災難的 人生不是一帆風順的 第一姐妹 我們要知道 我們也要明白 我們也要有這個 瑞士的準備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從這個經文 看見 我們捉到這個要點的話 第一姐妹 捱難 能到你的身上 算不得什麼 因為耶穌如果 在你的心裡面 今天如果你捉住耶穌的話 耶穌是會為你開龍 耶穌是會將這個 艾難 來奪 就好像這個女人一樣 成經這段的故事 其實耶穌是經過這個地方 耶穌是經過這個地方 聖經說給我聽 其實耶穌是趕著 要去醫治這個艾難的女人 耶穌只不過是經過這個地方 耶穌是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聖經跟我們講的一個女人 他患了血流病 已經有十二年的時間 耶穌姌如果你炒聖經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血流病 在當時猶太人的時代 他們是連維為一個叫做不欠正的病 有他人對病和罪 往往是 將會拉在一起來看 拉在一起來講 當一個人患病的時候 他們就會連帶想到這個人 去患到這種的病 一定是他犯了罪 一定是上帝走座去 一定是上帝管教去 洗女去患這種的疾病 推薦經說給我們 這個女人患的病是叫做血流病 在這個時代 是犹太人的社會 不能夠接受的 一種的病狂來的 當人人都知道這個女人 這個血流病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敢來接近她 甚至我相信她在身邊 沒有朋友 沒有人 因為根據聖經的記載 玩血流症的人 沒有人敢 那就是當她坐過的那個椅子 沒有人敢坐下去 血流症用過的毛巾 或者她用她穿過的衣服 都沒有人敢來用或者拿來穿 而這個女人 她還了她的流症之後 她要跟社會 要跟她的朋友來解決 因為個個都怕了她 個個都不敢來到親近她 你只會你可以想像這個女人 在十二年裏面 我相信她不知道什麼叫做明天會更好 但是這個女人 所以她還了血流症 她沒有放棄 她心裏面帶著一線的希望 所以聖經會告訴我們 她會周圍去找明醫 她會周圍去找醫生 祈求有一天 那個醫生可以醫好她的病 祈求有一天 是會再健康起來 可以好像健康的人一樣 正常的人一樣 回到社會的秩序 回到人群的工作 可以再次回到家 和家人的生活 但是你查看聖經 你發覺聖經怎麼跟我們說呢 你看看第四章 第五章的二十六節課 聖經說 去花盡了所有的 一點都沒有保存 這個女人為了要醫好病 她為了醫病 聖經告訴我們 她會去花盡了 她用了 她所有以前所接收下來的 或者我們說 棺材本 都拿去看醫生 如果你說 花盡了所有的錢 可以醫好 可以醫好 可以病 還沒有相關 錢算什麼 有健康 就有機會 有機會 就可以再賺錢 但是你講 你看 錢沒有錯 病 反而做什麼 做錯 你說 是否慚慚 你講 你呢 你真的 人生 可以說 你要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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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言 我剛才所說的 病的問題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存在的問題 第三個原因可能是感情的問題 我亦都想聽過一些曾經想自殺過人 當他想自殺的時候 他會聽到聲音跟他說 即是魔鬼會在他的耳朵跟他說 你的人生這麼痛苦 你的人生沒得救的了 現在只有一條出路 你死了就沒事了 死了就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了 我不知道這個女人 當時他的人生來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是否像我剛才所說的 亦都聽到一個聲音跟他說 你說 你死了他 死了就別人解決了 死了就化為烏幼了 死了什麼都OK的 第一次你可以想像這個女人真是的 可能我們今天還未到這個地步 因為聖經說的 他找到所有的醫生 每一個醫生可以 治好他的病 如果你查到聖經的話 可能你會問這個女人 還有醫生可以治好他嗎 因為他患了這個血流症 因為猶太人的宗教觀念 他們是很禁忌這些 所謂不堅持的病 例如麻風病 血流病 他們都不敢質感的 但是這個女人 為什麼會找許多的醫生呢 我相信這裡所說的許多的醫生 是那些不見得光的 或者那些討醫 他去找一些醫生 期望 他們可以幫助他 可以醫好他的人 是很可惜的 所以這個女人她想 很快 她想健康 她想得到醫治 但是每一個醫生 幫到我們 在聖經跟我們說 她也在醫生的手裡面 為什麼 受了許多的苦 每一個醫生 可能都是拿去做試驗品 就好像剛才我開頭說的 各位朋友 在醫保 醫生說對不起 你沒有這個義氣 我們要把你送到格林波 中央醫院去治療 來到格林波 大約一絲的希望 我 因為醫生可以幫到他 開得到 可以走回 停一次開得到之後 醫生又跟他講停止 因為 手術 不是你想歪著 要再開他一排 嚇到你 想懷孕 我就是人氣戰 開得到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我當我看完的時候 他真的痛痛 是痛痛的 Iconic 我問他 如果你真的領得不順 你便跟醫生說 叫他給更多吃 是這樣的 因為醫生幫不到 他 說了兩次都 所以我可以想像 當時這個女人 在許多醫生的手 受了 你可以想像人生可以來到盡頭 而正經講給我聽 他病一點都沒有盡頭 反而是甚麼 還重了 還嚴重了 還厲害了 還厲害了 真是 忍受的重量 但是聖經講給我們 在耶穌經過這個地方 然後給姐妹們 知道嗎 在這段經文裡面的 這個 對她來說 是那個 主類點 就是 二十七節 我們大家再看 很重要的 請你 記住我 這句傳話 聖經講給我們聽 他 他聽見耶穌的事 我們一起講 他聽見耶穌的事 我們一起講 他聽見耶穌的事 他聽見耶穌的事 就改變了他的命運 改變了他的健康 他聽見耶穌的事 他聽見耶穌的事 就扭轉了 去整個人生 你只會聽見耶穌甚麼事 如果你查看 聖經的第四章 二十五至四十一次 和第二章的第一次 到十八次 聖經講給我們聽耶穌 耶穌限了兩件的神跡 頭一件的神跡 耶穌平靜風浪 我們一起講 平靜風浪 平靜風浪 第二章的神跡 耶穌依慈 耶穌釋放一個 被污怪 扶著的人 聖經講給我們聽 大家聽見耶穌的事 就是聽到有關耶穌和活動在船上 遇到風浪 然後耶穌就起來 聖責浪 聖責風 叫他停止 浪就停止了 這件事就處到這個女人的意中 各位聽見耶穌的事的時候 他有甚麼反應呢 聖經講給我們聽 我就對自己講 他說我主要摸到 他的意上 我的血流病 就是你 你知道嗎 真的不簡單嗎 如果是你的話 當你聽到有關耶穌行神跡的事 你會有甚麼反應呢 可能他會不會在那裡 她會不會說 她會不會在善上 嘩 耶穌和活動在善上 我們會說 我會來說 他們可以作大脈 我們會革張脈 因为我都没有亲眼见到 耶稣一起床 对前那个风说 风 停 落 止 那个风一听 耶稣说 停 它就立刻停下来 一向落 止 落 止 落 止下来 以前我们来奔萨很喜欢坐飞的 以前我坐船 坐飞的时候 我都会想这篇经文 耶稣就换到在船上 究竟耶稣是谁 你坐飞的时候 你试试一下 当然有风 有浪 打来的 打那个船 通知那个船 你试试对着浪 说 浪啊 你停 风啊 我要你停 你看一位听不听他说 你听不听他说 你一定不听他说 那个风当然是谁啊 你是咕咚咚咚的 但圣经说的 当耶稣一命令 耶稣有吩咐 那个浪要止 那个浪就立刻止了来 当耶稣一命令 那个风 要停 那个风就停下来 你读完文的诗经 你读完文的诗经 是有这样的意思 就好像一个主人 对着那只狗 跟他说 我 那只狗就跌 然后对着那只狗 说 哈 来 那只狗就跌 然后跟他说 那只狗 他又坐下 他又坐下 他又跳 就是這什麼意思 哇 他好像認識耶穌 是創造他的全 耶穌確實實 是創造 天地萬物的全 所以耶穌有吩咐 吩咐風 停的時候 風和洋 就要停下來 這幾次就傳到 這個女人的意中 他聽到的時候 這個一定是神的意思 這塊耶穌一定是 神來的 如果不是 風和洋 都不會聽他死 這個洋和洋 都不會聽他死 如果他可以命令 吩咐浮浪和風 停下來 止下來 這個人一定是 上下來了 他一定是創造 風和洋 的情 所以那就是 耶穌的事 他的反應就是 他自己說 希望來了 非常緊承 我 roman 我要夠竅 我要夠夠 去治 family 他說 perf 我要把握這個機會 克風 我一定要抓住耶穌 如果我有一個機會 捧的 他 Trustees 我們擦的衣 我拇而去達 我的ān 的血流病 就會外出 明白嗎 他對我自己說 耶穌竟然可以オン easy 防瘋 liked 他说我的揭露病 虽然是十二年左右 算了什么 只要我摸到耶稣的衣服 摸到耶稣的衣服 我的揭露病 就会好了 诶 知会你再想象一下 这个女人 她怎样可以去到耶稣的面前 再有一个问题 因为圣经讲给我们听 当时很多人 拥挤着耶稣 每个人都想看耶稣 每个人都想望耶稣 每个人都期望 从耶稣身上得医治 得到祝福 听到圣经的道理 这么多人围住耶稣 而且这个女人 她还有血流病 她出现在人群的当中 难道她不怕被人捉到 按照摩西的律法 是可以用石头扔死她的 但是这个女人她不怕了 她知道这个是基务 我一定要抓住耶稣 我一定要到耶稣的面前 靠祂医治我 帮助我 只要我帮到祂的衣服 这场我的血流病就好了 你看这个女人 无论多辛苦 多艰难 她都要到耶稣的面前 很可惜有时候我发觉 教会有一个弟兄姊妹 为了小小的事 就不会去教会了 为了小小的事 又说我不可以读圣经了 为了小小的事 又行不读 不祈祷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魔鬼沙特的诡计 因为她要我们从小小 慢慢 大一点 大一点 离开 所以只要我们要学习 这个女人 当我们听到耶稣的事之后 我们要赶紧人 我们要立刻的 去到耶稣的面前 靠祂帮助 靠祂医治 靠祂联盟 靠祂保守 靠祂帮助 你看看今天很多基督徒 遇到困难 遇到艾经 遇到问题 遇到病毒的时候 只会懂得 因为在那时候 远点有人 只会懂得 因为在那时候 不迷远这个 不迷远那个 只会懂得 在那时候不满的羊 不满的羊 其实这个女人 她可以怨很多东西 她可以 跟耶稣神 耶稣说 你知道我多痛苦 你知道我患了这个病 有12年了吗 我患了很多医生 我患了很多医生 而且现在 我患了什么 我患了很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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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患了很多医生 我患了很多医生 我患了很多医生 又没有钱 吃都成为问题 但是我说你耶稣 我说你不要把你的希望放在人的身上 你把你的希望放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就是今天 带我来 就是要祝福你 要改变你 不须eff 她在跟我祈福 她接受耶稣做祢祇求求求 刚才我说的 大陈他跟我祈福之后 他的心很平安 很安静 好像有一种的力量 在它裡面 安慰它 給歐才 Pix 这个女人 人生来到重头 人生来到重头 而且圣经那女听到耶稣的事 她不知怎样听到耶稣的事 可能在那边听到人家 那时候疑乱纷纷 可能在那里讨论 可能在那里讨论 在那里讨论 是不是真的 这么漂亮 这么厉害 耶稣在船上 一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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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风就停 恶干落 一鸣就停止下来 我真的不信 随便我亲眼见到 很多时候的人都是我 你跟我说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 随便我亲眼见到 以前我全屋鸣 都有人跟我说 随便你叫耶稣出现在那面前 那我就信他了 如果耶稣出现在那面前 他还叫你信 是吗 不需要你信 是吗 你还没看见 你信 你就是有福 有福 就像这个女人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耶稣 平静福来 他只不过听人来说 也不是听人来说 耶稣 释放依止一个 住在墳墓 有福 这么多年了 牧师都几分钟 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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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我听说 最后我见到 这个女人 她相信 她相信 她说 我有希望 我要逐全耶稣 我要逐全耶稣 同样的女子 妹今天是有福 是吗 是 就是像这个女人 同样 听见耶稣的事 我们一起说 听见耶稣的事 听见耶稣的事 今天 你听见耶稣的事 你有什么反应呢 你要像这个女人说 我要去主耶稣的面前 我要抓住她 我要跟着她 我要 她来帮助我 你看 她真的碰到耶稣的衣服之后 正面告诉我们 她的乳下病 就立即 就干了 然后耶稣就问 一个好反应的问题 谁碰到我 谁碰到我 可能他觉得奇怪 不是啊 为什么会没有人碰到你 那么多人碰到你 你碰到我碰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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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不会有的 是不是 你有见过 那些明星来机场的时候 那些粉丝自己 有没有见过 那个情景在我 有 我在韩国呢 就见过 牧师啊 真的好像 那些明星 这样的 风 风 风 啊 那些明星 都没有机会 他不逼不逼你 和他吉手 那些 当灑魅之后呢 他一路来 离开 离开会场的时候呢 因为 每个都没见过 那些牧师 那些牧师 那么厉害 那么有恩 那么实 那么使用的牧人 就是 每个都想 请这个机会 哦 可以和他握一下手 哦 不知是否心想 我握手呢 他们应该都 串到我身上来 啊 那时我怎么也有 那种想法 和这些牧师握一下手呢 但是没有 没有 太多 太多人了 啊 这些不是容易啊 这些人啊 在这些牧师 不是一件牧师的事啊 但你没有灰心 有时我刚才说过 有些小小的事 哎 真理教女郎 啊 贵了小小啊 啊 不可以教女郎 不可以教女郎 那些姐妹 求主帮助 他碰到耶稣的衣服 我现在就是 得到意识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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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不知道 你带到什么问题来 可能是你家庭的问题 可能是你身体的疾病 或者你是经济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全国的问题 你今早上来知道 你已经听见了有关耶稣的事 耶稣是你的希望 耶稣是你的出路 耶稣是你的依治者 耶稣是你的力量 你这个女人在艾文中 在人生的尽头 都是听到耶稣的事 他已得到希望 耶稣跟他说什么 你看一下 再看那个经文 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什么 他说 女儿你信 教你平平安安的 回去吧 当这个女人出来承认 刚才摩耶稣的衣服 就是去的时候 耶稣都没有执病 耶稣反而跟他说 女儿 女儿 你的信 教你平平安安的 去吧 我相信这个女人 回到家的时候 不再开始支持 她们的怀疑 头皎皎皎 顶低沙 走过都没力 只想着自己苦 只想着自己忐 想着自己无得医 死啦 没希望啦 但现在 当她也有病 到医治之后 我相信她要返回家的时候 是每天都返回家 而且见到家人的时候 很兴奋的 很开心的 跟你说 耶稣 耶稣 可在我 我们的血压病已经高了 得到 字了 我已经 得 得到 字了 同样的 你已经知道 今天耶稣要跟你说 在新一年的内容 要跟你说 平平安安就会去吧 这个平平安安 包拨她的恩典 包拨她的医治 包拨她的祝福 包拨她的同在 你姊妹 你要好像这个女人 平平安安又会去吧 你就要好像这个女人 听见有关耶稣的事之后 你相信 你要相信 你要接受 然后肯定的 来到耶稣的面前 靠耶稣帮助你 将你的问题 交给耶稣 今天耶稣要 医治你 帮助你 舒服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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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起身而祈祷 阿们 阿们